全油管最快新闻,近日,江苏连云港市干渔区班庄镇的一名村书记因将工作群当作私人聊天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据网传的聊天记录显示,在一个由21人组成的学习群里,该书记与一位网友互动,撑向小宝贝你。 报道中提到,该书记已被停职并接受纪委调查。 目前,事件正在调查处理阶段。 作为公职人员,不应将工作群当作私人聊天工具使用。 此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公职人员的关注和质疑,也提醒了其他公职人员要慎重使用工作群。 希望此事件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管理与教育。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新闻